你说这事怪不怪 是照片的这个姑娘吗 对 就是她 果然跟陆如长得很像 细心的观众一定还记得小恩妈妈说过 小恩呢 只有一张照片 而那张照片呢 却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 神秘地被偷走了 那月如拿的这张照片又是谁呢 没错 眼间的观众都看出来 陆如 可怪就怪在 那星探却一口咬定 照片上的人就是小恩 难道说这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 爹 我回来了 天龙 陆如的那个指纹找到了吗 我还没来得及 去陆如家采集指纹要门 怎么出什么问题了吗 陆如的尸体不见了 不见了 有人偷了尸体 那陆如的尸体一定有什么蹊跷 我们必须得把尸体找回来 我先去陆如家 把指纹样本采回来 上次飞飞放火是为了烧杖本 那么这次凶手一定会再回来 销毁证据 我再多派人去搜查 肯定内部有人协助 表想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尸体运出去 必须得买通警察 唉 这些案子 检测到了流毒局 一般的人就算收钱 也不敢探藏枉法 陆如 虽然我这辈子得不到你 没有人会得到你了 我也不用再担心 会失去你 对了 天伦 我今天去了那个师徒上纸小恩的家 别如 等我回来再说 唉 就算把卖车先翻了 你得把人给我找出来 快去 来吧 敬陈副市长一杯 来来来来 好好好 陈副市长 我跟你说过的 码头的事情 哎呀 不好办哪 齐家一直掌管码头 你也知道 齐志诚 是市长的堂弟 哦 如果齐志诚 犯了王法呢 那就另当别论了 来来来来 喝酒喝酒 来 苏军 齐志诚跑了 混蛋 怎么能让他跑呢